不同的表现 那么慢性肾炎 它由于影响了肾脏 因为肾脏是调节高血压的一个重要的器官 慢性肾炎很多会合并于高血压 这个叫肾性高血压 那具体咱们怎么调理呢 说到慢性肾炎的高血压的调理 首先第一条要腺炎 每天的炎的湿入不超过三克 如果太多的话 水肿和高血压都会比较难以控制 第二就是要低脂 低脂饮食 然后就是生活的调理 注意劳逸结合 该休息的休息 还要也不能完全卧床休息 要该活动活动 那么在中医治疗方案上 会有什么样子的侧重呢 那么肾性高血压的中医治疗 主要是以调节肾脏的功能为主 以滋滋股肝肾的为主的 我们常用的药呢 像肚中菊花枸杞等等 那么肚中菊花枸杞 那么肚中菊花枸杞